中国古代,预言故事。 和七公商量,在琴上造了许多断纹,又和客公商量,刻了古字,然后装进匣子埋在土里。 一年以后,取出来,拿到市场上去卖。 一个贵人经过时看到这张琴,用一百两金字买了下来,当作珍贵的物品献给朝廷。 月官们互相传看,都说,这真是世上少有的宝物啊。 同一张琴,人为的做了些加工,就成了古琴而身价倍增。 这个令人啼笑皆非的故事,辛辣地讽刺了那些盲目重古好顾者。 他们其实并不识古,不过是装强做事,自欺欺人罢了。